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偏向实作的 会希望跟业界目前的实物的发展相关联 在学校里面的话不光光是学还要能够做 这个是我特别会强调的也是我自己主要的特点 我们把它分两个部分好了 一个是所谓的教师 就是知识方面的 一个是导师 是比较是生活或者是各方面发展上面的 我有点把两个把它并在一起谈 是教师也可能是导师 这个导师比较是属于专业上面 我能够提供的协助 课堂上面的人数很多 它不一定是我们的系或者是所的同学 有外系外所的同学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的话 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本职学能 根据他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取向 我们也是说课堂上面 它是一个标准的商法 至于说有同学会问到 我的职业发展又是如何呢 或者是我要不要去实习呢 我要不要去攻读呢 等等的 那这些的话都是课后的时间 我会来帮忙做一些回答 另外有需求的话 因为这么多年教下来 有很多在业界的学生 我会帮他引荐说 像这一类的问题 你可以去找某一个金融机构 某一类金融机构的某某人来聊一下 就他们实际在工作现场 会碰到什么样子的情形 因为学生听老师在讲话 是一种不同的接受 金融的财管或者是金融领域 有什么样子的工作的机会 譬如说银行 银行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金融机构 它可以做的业务也挺多的 它比如说法金 法人金融 或者是企业金融 或者是消费金融 个人金融 国际业务 或者是他们的交易 各种金融上面的交易 通光是这样念起来的话 他们可以做的事情那么多 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不同的同学 因为同学的本身 他的学习 或者是他的个性的不同 有些人比较偏研究 有些人比较偏业务 有些人又特别有交易上面的专长 对于他们而言的话 知道有各种不同的金融的业务的可能性 根据自己的特质 还有他过去在这段时间 包括论文 写作的过程 还有他自己在修课的取向 都会有不同的发展上面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帮他们找到机构 帮他们找到部门 然后介绍这些工作上面的一个特点 都会是帮同学在未来 职业发展上面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